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些 我今后的课程计划的视频 为什么要做这期视频 是这样 最近有朋友留言说 他说小马 你开了这么多坑 是吧 你还填不填 你该怎么填 然后还有朋友留言说 他说小马你最近做这个视频 怎么这个一会东一会西 一会做这个p-react 一会又做这个网页图片的分享 一会就做doker 一会又做这个 javascript各种各样的网页画图 各种各样的工具 怎么没个统一性 是这样 我就把今天的咱们借着这个机会 我就把我今后的课程计划 给您分享一下 您看看我的思路 好咱们开始 首先说我现在小马技术频道 正在制作的课程 有三个系列 哪三个系列 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是个小马知识库 像最近我做的这些 比如说p-react 比如说javascript 各种各样的视频 包括这个图片分享 包括这个gitpod 对吧 就这种小工具 postwoman 对吧 这种小工具 包括一些个软件的 一些个新闻 有趣的框架 对吧 我都会总结起来 综合作为综合知识 放到我的这个小马知识库里面 您现在看到我 可能一会做东西 一会做西 怎么没有一个统一技术 为什么不一直做doker 是因为我想把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新闻技术软件都介绍给大家 这个归类在小马知识库里面 好不好 OK 同时我现在在做的课程 也包括这个doker doker我现在做到了是第七期 我会一直做下去 这个我没有做这个长期的 说我听刚了没有 我准备这个doker系列 我长期做下去 因为今后可能还要讲到这个k8s k8s我准备开新课程吧 关于doker所有的知识 因为我现在工作中也用得到 所以我这个可能会长期更下去 你们不要着急 说我真希望你一天更一期 没关系 咱们细水长流 doker的这个领域真的是态度太强大了 我一直会更下去 好吧 然后另外这个小马学经济这个课程 其实我也在更 主要是最近也工作比较忙 而且做IT的课件做的比较多 这个学经济 我今后也会一点点的再做 好吧 这个也会做下去 好 这是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三个系列的课程 对吧 好 那我再说一说 我今后预定还要开哪些课程 咱们看一看 有兄弟朋友 您给我留言 比如说有兄弟朋友说 我想让你先做这个课程 或者说我想让你先做这个react GS课程 都可以 您给我留言 我会优先选择做大家希望的课程 好吧 那咱们看看 今后我还准备做哪些课程 首先说小马AI这个课程 我前一段时间就画了一个饼 对吧 说我要做AI课程 然后AI课程里面包括哪些个知识点 听众第一就是那些囊排 对吧 所以小马AI课程 我今后也会开 今后一年之内 我也会开AI课程 这么给您讲解一下 AI当今的一些主流的框架 以及一些基本的使用方法 没有问题 其实一开始我做小马AI玩游戏 GTA系列也想这么做 但是主要是时间调配不开 对吧 今后AI课程我也会开 大家请放心 首先AI课程 我准备先做囊排 为什么做囊排 是这样 包括最新的TensorFlow 2.0 它里面的基础语法 都非常接近囊排 所以说咱们学习这囊排 这个数组框架 是咱们学习AI的基础的基础 没有之一 不管您学习哪套AI框架 首先肯定先要学习囊排 学好如何在python中处理数组 好 接下来KELAS这个也要做 一般是这样 一开始在TensorFlow 1.0的时候 KELAS是单独出来的 它别的框架 但是在2.0的时候 它就集成到了TensorFlow里面去 所以KELAS的使用 是肯定要讲 它把TensorFlow里面 非常复杂 繁琐的API 简化了N倍 我可以这么负责任的说 好 咱们说的快点 然后接下来 Renway ML 这个我也想做 这是干什么 这个是最新刚刚出的 用于处理图像的 这么一款机器学习的框架 目前它仅仅是 发布于Windows平台 但是我看了一下 这个框架大体的使用方法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咱们可以用咱们的 比如说一个用力 用咱们的一张图片 可以生成一些个 咱们意想不到的效果 都是可以做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框架 有时间给您介绍 暴力Ubuntu Ubuntu现在出到了 LTS版出到了18 对吧 Ubuntu是我现在 个人以及工作中 都用到的操作系统 因为我们公司 包括我自己的个人网站 放到生产环境的时候 我都会用Ubuntu 作为我的服务器管理 一般很少用 什么红帽 SandOS 一般我很少用 接下来是Flutter Flutter也是我今后的 一个课程重点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 今后手机的开发 咱们不可能说 只面向于一个平台 比如说像我们公司 只面向于OS 他们公司只面向于安卓 不会 咱们肯定是多平台 对吧 既然是多平台 咱们就需要找到一种 多平台的手机应用的开发框架 以前我用的最多是Titanem 可是Titanem 我一边用一边 我就鼻子气歪了 为什么 Titanem框架本身 自己就有很多的bug 对吧 所以说Titanem今后 我肯定不再用了 那么我如果开发手机应用 今后我也可能 要开发我自己的手机应用 那么我在选了很多框架之后 我准备今后 我主推Flutter 不过下面 我会也有些其他的手机框架的讲解 但是目前看起来Flutter今后 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方向 同时它推出了很多UI的 美丽漂亮的UI 也是我喜欢它的原因之一 包括国内很多大公司 也都在支持它 这个Flutter可能是我今后的 也是一个重点 然后够圆 现在慢慢的新兴起来 也是一个要讲解的一个方向 好吧 接下来Pubtier 这是干什么 这个是一个可以用于自动化测试 这个是基于Chrome内核的 浏览器自动化测试的工具 比如说您可以用它干什么 比如说可以123抢票 是吧 都可以用它实现自动化的 完成模拟人的操作 同时它也支持无头浏览器 好 接下来我讲快点吧 这框架有点多 接下来这个是AirTest 这是网易出品的一款UI的 自动化测试工具 也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Mudplot 这个是这样 这个Mudplot和NumPi 它明天是一套 咱们讲NumPi 肯定就要讲Mudplot 这干什么呢 这是说 咱们通过机器学习完的内容 咱们就把它出一张图 对吧 看一下咱们这个容错率 出错率等等 这个怎么出 一般来说 现在业界用的 最多的还是Mudplot 好吧 这个也会给您讲解 包括OpenCV 这个也是机器学习 包括处理图像 该怎么处理 比如说咱们有一张图片 比如说像前两天 我做的自动驾驶 有一张 我会不断的抓取屏幕 对吧 如果发现了 这个七十两前开 如果前面是红灯 那我就停止 是绿灯 我就前行 这红利怎么判断 用OpenCV就能判断 接下来JQuery 是这样 现在这个VUE 这个React 在盛行的同时 我发现 我身边好多朋友 他们的公司 还在用JQuery 所以JQuery 也是就是说 并没有被大家所抛弃 没有被大家所扔掉 也是今后有时间 会讲解 然后React 是这样 我讲解了一套VUE课程 今后我觉得是这样 在国内可能VUE用的比较多 但是在国外的话 React JS 用的数量也不少 甚至比VUE 还要多 VUE在国外 毕竟还是一个 相对小群 运用最多的 还应该是React 这个也会给大家讲解 接下来 Rails 因为我们最近 我们公司正在用Rails 这个我也会和Flutter一样 作为今后 我的一个重点 可能给您讲解 这个我写上一下 这是Rails 6的版本 刚刚出 对吧 是今年刚出 2019年5月份 刚出的6的版本 是这样 像我们公司用的是 Post Grid的数据库 是9.2 对吧 用5的版本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6版本 它不支持 这个Rails 6 支持的是 Post Grid 9.3以上 要把人给气死 9.3以下 它是不支持的 所以说 我们现在在做 这个数据一行 也是在考虑 但是这个Rails 肯定是今后一个 我重点讲解的内容 因为我以后 个人网站 想再重构的话 我也准备用这个Rails 方式 加这个VoE 方式进行重构 接下来 GraphQL 就是API查询语言 这个也会给您讲到 这个 这微软公司的新的框架 叫做Dotnet Core 这个要讲 这个是 刚刚出了3.1 RTS长期支持版 这个是Dotnet 今后跨平台 多平台开发的 一个主要的 怎么说 压宝的地方 以前是压在 Dotnet Framework上 对吧 慢慢的微软的 扔掉了Dotnet Framework 它重点发展 Dotnet Core 为什么 因为Dotnet Framework 只能用于Windows平台 而它Dotnet Core 可以用于多平台 甚至包括移动平台 这也是今后 这个也是今后 我应该讲讲的 包括现在很多大公司 现在做网站 用的比较少 但是大公司 内部企业的信息系统 用Dotnet还是比较多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一个 可以讲讲的地方 接下来 我的Dotker 就算我Dotker没讲完 我觉得在某个时候 我也会给您开K8S 因为K8S实际上 Dotker 包括我马上要给您讲的 Dotker Compose 对吧 这都是本地用的东西 对吧 你要真正想到 服务器端部署 用于生产环境的话 还肯定是要用K8S Kubernetes 这是没有之一 必须要用它来做各个容器的编排 对吧 包括集群编排 都要用到 OK 接下来 Linux命令集 这个位置要给您讲 是这样 现在有很多 包括主要是学生朋友 对吧 他们说我想学Linux 但是Linux 这个内容太多了 命令集多如牛毛 我觉得 就是说 我有机会 给您开到课程 就专门把各个Linux 常用或不常用的 也可以的 命令集给您讲解一下 您做到了解 好吧 接下来 MySQL 是这样 在免费数据库里面 用的最多的 不是我已经给您介绍过的 Postgre 而是MySQL 虽然被Oracle收购了 虽然它也沾有了 这个铜臭味 但是 它是免费数据库中 用的最多的 没有质疑 是今后吧 有机会 我会给您介绍 MySQL 接下来 这两个咱们一块说吧 Las Petty 和这个 Arduino 这是什么 或者叫Arduino 这是什么 这是两个IoT方面的硬件工具 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说 我这两天真的想开 Las Petty Pi3的课程 我还专门买了一台 Las Petty Pi3 我想是什么 就是说 咱们不能光讲软件 怎么开发 咱们更要讲 我软件开发之后 如何驱动硬件 这两个就是小型硬件的 就是小型微型计算机 对吧 Las Petty 现在已经出到了4了 不过我现在手里这是3 所以咱们到时再说 讲3讲4都可以 我现在手里拿到是3 然后包括这两个 这两个 如果您要想学IoT 或者对IoT感兴趣的话 或者说您想通过编码 不光是操作电脑 更想操作一个小小的硬件的话 您对这个课程 应该是比较感兴趣 我今后也会给您讲 因为我想设计一些IoT的课程 好 接下来Webpack 这不用说 这是Web打包工具 然后这两个是Java的 这个是JavaScript的一些框架 这个主要是用于网页出图 出一些好看的图 这个mini CSS是这样 咱们用的最多的 这个CSS框架 是这个Bootstrap 对不对 这个mini是干什么用的 是这样 这个mini 是不用加上 那些class里面的内容 你只要写上标准的 HTML tag 它就能够给您生成 一套默认的CSS的显示效果 也是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简洁 所以说它叫mini 这两天我也是在看了一下 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个东西 它非常简洁 你不用去考虑 像这个Bootstrap 我要考虑 我的class里面 要填上一个container 要填上一个BTN 填上一个BTN Primary才行 对吧 而这个mini就不用了 mini我只要写上 H1 写上P DIV 它就给您自动生成 一套默认的 也算挺漂亮的 UI效果 有信用可以试一下 过两天我做成给你讲 Primary Primary现在有很多的手机网站 是基于PW开发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不用讲太多 这个就是一个开发的约定 或者说叫做开发的标准 接下来 接下来是这样 一开始我是打算基于Cotlin和Java 给您讲解一下 Android Studio 3 用Android Studio 3 来开发一些简单的手机应用 看吧 这个可能会讲到 但是也有可能 我就重点放到Flutter上去 因为Flutter是基于DAT语言 看吧 这两个课程开不开 我还没决定 接下来 接下来是react 包括VUE的服务器端的渲染的框架 这个我估计用的朋友也有 但不是说用的非常广泛 这个到时候也会可以讲解 这个是这样 这是基于Node.js的一个 怎么说 访问MongoDB的框架 我以前自己做的网站 就是基于这个组件库进行的开发 不过像今后 我可能帮过 包括公司 包括我自己 用Node.js开发服务器端 特别是网站的机会不是很多 我并不喜欢用Node.js开发网站 Node.js开发工具非常好 开发网站的稳定性不是很高 接下来NPM 包括NPM 包的制作发布 也会给你讲到 接下来 Wallground 这个是类似于Docker的一个虚拟环境 Hilux 这个是网站生成器 然后包括下面这三个 也都是网站生成器 Wallpress Drupal 包括Drupal 以前我刚接触 CMS系统的时候 用的最多是Drupal 后来发现 大家用的最多是Wallpress 对吧 OK 但是这三个 CMS管理工具 其实 编程功能最强大的是Drupal 但是Drupal的稳定性 稍微差一些 包括安全性 也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功能最强大 而且这三个都是基于PVP 接下来 接下来 阿帕奇跟NJX的如何设置 管理 包括负载均衡 他们也都有很多相对的功能 也会给你讲解 同时最近分享一个小消息 NJX的作者 好像被抓了 在俄罗斯 说是侵权 是吧 你在打工的时候 自己开发的NJX 你的代码应该算公司 扯皮吧 不管 最近有这么一个小新闻 然后这个是这样 Kulom插件 是不是感兴趣朋友也会很多 我也想给您讲解一下 Kulom插件 因为我也想 今后有机会 像我做的是恐怕video 我自己的官网 是不是有机会 也给您做几个Kulom插件 放上来看一看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您起码多一个这个功能 多一个这个技术的话 极多不加深 对吧 OK 接下来 Ground PVP PVP 我一直就想讲解 一直都没有 一开始我还想从古讲解 现在都出到期了 对吧 有机会吧 PVP据说是宇宙最好的语言 接下来SocketIO 这个是网站通信 这个实时通信 做这个游戏 一般都用SocketIO Ladies 这个是这个Cache服务器 混存服务器 一般咱们 比如说咱们 要做一个新网站 给用户显示新闻的话 都是从这个数据库中 取新闻显示 那么其实咱们显示新闻 大部分都是一样 对不对 咱们不用每回的请求 都要读数据库 这样给数据库增加 这个负担 对吧 那么咱们从哪读 咱们可以做一个Ladies 缓存服务器 比如说一分钟之内 我就不读服务器 我就直接从缓存服务器读 这个就是用Ladies 就可以做到 好 第三S 第三GS 这是基于数据驱动的 网页出图的框架 这是基于GS的 然后Scratch 这是什么 这个是面向 这怎么说 孩子的 儿童的 这其实我也想讲解 它是基于UI 基于浏览器的 这么一款游戏设计工具 你也不用编码 对吧 你就基于UI 拖动拖动拖动 然后设上几个数值 它就能够编出来一个非常 怎么说 简单 但是又很有趣 又有互动性 还能配上音乐 这么一款小游戏 这主要是给孩子用的 这是它出身于 这个工具 出身于麻省理工 接下来 GameMaker Studio 这个我其实已经买了正版 这个是在Steam上买的 包括桌面版 包括外版 我都买了 这个是用于开发游戏的 一开始 我真的想给您讲解 因为一开始 我主要想做游戏开发课程 接下来Unity 一般用GameMaker Studio 相对还比较少 但是用Unity开发的 那公司就太多了 是吧 多数牛毛 几乎所有公司开发游戏 都用Unity 对吧 包括虚幻引擎 接下来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基于网页的 游戏开发引擎 一开始 我真想给您讲讲 有趣朋友 可以去看上他官网 他是基于网页的 基于HTML5的游戏开发引擎 也挺有意思 有机会吧 给您介绍 接下来 Fund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图标框架 咱们一般做自己的网站的时候 肯定要出一些小图标 你出图片的话 还得做图 多麻烦 我出一些图标 相对就容易 而且也很美观 这个就是一个图标框架 接下来 这也是数据 基于数据的一个GUI Angula2 Angula我一直想讲解 但是Angula版本地 它出的版本太多 然而没法跟 而且它也是在三大JS框架中 又相对比较重 所以Angula今后讲不讲 再说吧 如果讲的话 VoE我肯定要重点讲 然后React我肯定要讲 但是Angula的话 等Google稳定之后 咱再说 接下来Swift Swift肯定也是要 因为是这样 今后可能我要再做些 Smartphone开发的课程 Flutter是我主推的 Smartphone的课程 然后如果想做IOS开发 有朋友说 我就想学IOS开发 我们公司就两个团队 一个团队做Android 一个团队做IOS 这样的话 有朋友就是说 我必须要学习 如何开发IOS 那么就要学习Swift 一般现在不要学习 Object C了 就学习Swift 就可以了 以后有机会 会给你讲解 包括SpriteKit 这个是基于 基于什么 基于Xcode的 游戏开发框架 用我朋友多不多 可能不是很多 有机会吧 咱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框架 SVG 这个网页画图的 这没说的 YouMan 现在用的可能会 相当比较少 这是为咱们的程序 出主体框架 自动生成文件 Ag 这是阿里 阿里出的NodeJet框架 这个有机会 可以给你介绍 其实现在 不管哪个框架 你就看吧 它都是围绕着 Rails的理念 约定大于编码 Ionic 这两个是一回事 Ionic跟Monica 这个是基于HTML5的手机开发框架 一看到这个 咱就想到了 性能不会很高 有机会给您介绍 Jenkins 这是持续化机身工具 您公司可能每天要做 每晚的编译 每晚的自动化测试 对吧 这一般都用Jenkins做 接下来 Market 这其实是个小工具 这就是把咱们这个MarketDone 通过NodeJS的Market的库 把它变成HTML网页 包括Highlight的JS 这都是网页高量生成代码的一些个框架 或者说酷 这也没什么可介绍的 RacketDoc 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XL VBA 我不知道现在用XL VBA的朋友多不多 反正像我们 像日本公司 用XL VBA的还真的是不少 如果对这个课程感情你的朋友 给我留言 我也会给您介绍 前两天我还跟公司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PDF转换工具 用XL VBA编 两个小时就搞定 接下来Intelligent 这个应该好好地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社区版 对吧 然后是免费的 您开发Java 开发一些个怎么说 包括Flutter 用它都可以 包括开发Android 都可以 它有很多免费插件 虽然它很多主要的 像开发Ruby 开发Rios 需要收费的一些插件 对吧 但是主要免费的功能 我觉得也足够了 好 再接下来 今天咱走得快点 Lodar 这是一个处理四伏串的 GSQ 然后GMatter 这是Java测试性能的 Hootool 这也是Java的一个工具包 这个在国内好像用的比较多 然后Real 这是Underload的 安卓的单击版数据库 然后Secret Lite 这个Secret Lite 我不知道大家用多不多 反正我感觉 Secret Lite没什么用 我单击数据库 我干嘛要开发单击的 您的什么软件 是单击的 对吧 但是这个有趣的朋友 多的话 咱也可以介绍 这个Secret Lite 3 然后Rust Rust最近好像慢慢的 也起来了 现在有很多的概念 都是基于Rust做的 Rust也是 今后我应该会重点讲解的框架 它够语言 可以说并下齐区 接下来 Supreme Boot 是这样 不管Java如何收费 Supreme Boot 好像还是能够领先在前面 Java的语言 调的也不是很快 调的Java语言 既然调的不是很快 Supreme Boot就有生存的空间 所以今后有机会 给您介绍 Web Assembly 这个要说一下 现在W3C 这个互联网的官方的组织 推出了第四种官方语言 W3C的前三种官方语言 分别是HTML CSS JavaScript 第四种语言是什么 就是这个Web Assembly 这个今后 只要它有新技术出来的话 或者说各个浏览器都知之话 我肯定会给您讲解 这个非常好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当初Java Upload的 Web Assembly版的感觉就可以 好 这是ASGS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网页的单页应用开发框架 这个现用的朋友 怎么说呢 可能也有 但是这个工具 开发简单的网页还行 开发复杂的网页就相对复杂 感觉不是特别好 好 接下来 Zamarin Zamarin是微软公司收购的 一个手机开发框架 它是用C Sharp 就能够开发 我都说了 开发手机的话 我首推是Flutter 像这个是基于 点耐的Core的框架 今后如果朋友们有需求 让我讲Zamarin的话 我也可以给您讲Zamarin 接下来包括各种各样的 Note GS Code介绍 Cocos 这个也是游戏开发框架 G-Final 这是咱们国产的Java开发 非常简洁 快速的框架 这个我非常推荐 真的是非常的推荐 G-Final 我差点我们公司一个项目 我就想G-Final开发 但是那个项目结果没做 没了 Brotherify 这是6.7的框架 VoE 这是Beautify 这是VoE的UI框架 这都是VoE的UI框架 这是MyBartis 这个是Java的用于连接数据库的 共通的框架库 一般连接数据库 咱们用GDPC 用好多框架 对吧 一般都用MyBartis 然后Requare.js 这个是6.7的 这个GS打包的工具 TensorFlow 这个今后也会给你讲解 我先到2了 就是敲上一个 这个今后也会给你讲解 但是TensorFlow的API 比这个KLAS要复杂很多 接下来 NativeScript 这是什么 这个也是基于JavaScript 或者基于这个Script的脚本的 多平台的smarthole开发框架 这个用的朋友多不多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框架 开发复杂应用 还是有问题的 这个我也在网上看到类似的新闻 好 接下来这是网页的这个 出图的工具 出图的框架 包括安全的GS 包括这个给你说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个是JavaScript的一个学习框架 它怎么学习 它是做 把这个学习JavaScript 做成一个游戏 然后你去攀登楼梯 攀登塔 然后在这里面还能解救 还能解救打败怪物 解救英雄什么的等等 把这个学习过程 变成一个游戏 过往前面 我可以给你做一个演示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接下来Maven Maven就相当于是什么 这个Java里面的包管理器 对吧 然后Gunit 这是Java的单元测试工具 然后Vix 这个是支持VUE语法的 Smart Home多平台开发框架 这个我国内 国外用的肯定少 但是国内用多 我都不知道 如果有这需求的话 我也可以讲解 接下来就是两个 Python的外部开发框架 一个是Flask 一个是Jungle Flask就是太轻量级了 但是前两天我看了 前两天居然更新版本了 到了1.1.1了 好像是 以前是1.0.2 1.0.3对吧 然后一直就不更新 突然间前两天更新1.1.1 包括Jungle Jungle就相对复杂 而且Jungle最近老拿来和Rios做比较 反正我感觉 我如果做网站的话 我自己来说 我和Jungle和Rios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 我还会选择Rios 因为Rios 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应用 感觉挺好 而且最后 我准备先做Rios课程 我比较喜欢Rios OK 这就是今后准备给您做的课程计划 制作完成了 大家都放在这 大家去看 是不是这些框架 这些个内容 我都已经制作完成了 对吧 OK 然后今后的课题 可能我还要再做一个网站的生成工具 包括一个自动化代码生成工具 然后我这个Kongle video网站 我可能还要再重构一下 基于Rios 包括这个Doker 进行重构 然后我原代码管理工具 以前不是放在国内的GT 现在我不喜欢GT了 今后我都放在Github上 GT行前两天重庆访问又出问题了 又访问不了 不管了 我今后就放在Github上 好吧 不过Github好像也老出问题 然后我的官网 我就几乎不会变 有幸运朋友可以记下我的官网 然后我今后重构的话 我一般会在我的官网上 采用最新的技术跟您分享 也作为您学习的一个 怎么说呢 实力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 我小马技术视频的课程计划 分享给您 如果您觉得我想学这技术 或者说我想学那技术 我对这技术感兴趣 比如说我对K8X感兴趣 或者我对什么感兴趣 您给我留言 我今后可以考虑 跳下我这课程计划的 优先顺序 给您做课程讲解 OK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技术视频 再见吧 拜拜